12月1日 资深演员刘嘉玲和音乐人麦俊龙等一众艺人 在中环出席领衔慈善基金慈善之夜的盛会 嘉玲姐头戴面纱身穿黑色低胸连身裙性感健身 她表示踏入12月 整个人都很开心 更豪言好像整个12月都是属于自己所有的 对啊踏进12月就是我欢庆的月份 我觉得12月是属于我的月份 我的生日然后圣诞新年都在这个月份 我最喜欢的就是12月 网上有传好友纳英因吸烟饮酒导致暴血管入院 嘉玲姐一脸诧异称自己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而且自己所认识的纳英不是那种人 我没有听到这个新闻 但是以我认识的纳英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现在很健康 每天运动 然后早睡早起 我觉得不可能吧 说到好友古天乐入围我最嫌男歌手舞强 麦俊龙就表示很替对方开心 并预告日后还会与对方合作推出新歌 至于古天乐曾表示绝对不会唱Leave一事 俊龙就职 我觉得这个要问他了 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他已经是做得很好 对啊 只是班长里或者是 就是观众那么希望他出现 我觉得是留待观众去 去要求他吧 我就觉得对啊 问我是不确定的 也要问他啊 也要问他 非粉娱乐 实时报道